你们到底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都什么时辰了 还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站住 清虎 你怎么出来了 他们是谁呀 为什么在这儿啊 他们呀是吴家的丫头和掌柜 我让他们回去报个信 好过让咱们自己的兄弟 去冒了个钱 吴家东院的大掌柜啊 怎么啊 见面不打招呼啊 你们是在京阳认识的 江湖 什么都别说啊 认识 我当然认识啊 可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可不是什么 吴家东院的大掌柜 一定是谁 在怎么睡的 我只是说 但是这儿 我认识的 你们 是我 是他人的 这个 我算是在那里 我算是 也不算是 我算是 有所 你 你过去 可引进京啊 恭喜你大当家 两万两银子 失而复得了 还不止啊 神儿少爷 这可是你自己 送上门的 我要是不跟你们家 要上那几万两银子 还真是对不起 你这身份 押入土牢 再把二当家的 给我请过来 晓鸿 真够意思啊 走 干吗呢 坐下 坐下 少爷 少爷 终于回来了 你这叫什么话 来 上来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那个土匪反悔了 我们被人认出来了 被谁认出来了 韩三川的老婆 川风十里的千鸿 千 千 千鸿 那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等家里拿银子来输人呗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 可 可我们东方 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完了 我完了 我们要是交不出银子的话 我们肯定要被撕票了 没事 这不现在还没撕票呢吗 少奶奶 小鲜一 过来 小鲜一 过来 出来 我自己来 自己 沈欣怡 你也有今天啊 秦宏 我可没得罪你啊 倒是你一句话 让我爹亏了一万两银子 我今天落到土匪窝子里 就是败你所赐 这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诸 사건 我以后打破了 你把什么算你 也不会变成春风十里的笑话 如果不是那些人 天天向我恨嫁 我也不会着急 如果我不着急 我也不会随便抓一个人就嫁了 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啊 你说 别打了 行了 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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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你看 我现在已经够惨了 你就别落井下石了好吗 你惨 我比你更惨 你有什么惨的 你起码嫁给了韩三春呢 你嫁得挺好的 好个屁啊 他说 他是陕北富商 家奴四百 万亩良田 宅愿成片 说得天花乱坠 那我就嫁了 谁知道 回来一看 家奴四百 就是四百个土匪兄弟 万亩良田 就是他霸占的山头 宅愿成片 就是这个土匪王 什么陕北富商 做的就是五本生意 韩三春虽然说是个土匪 但是确实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富商 你看 马上万两银子 就要清账了 万两银子 我告诉你 分到他手上 也没剩多少 再说 这是刀口上填血的生意 随时掉脑袋的 你要我有命证 没蜜花是吗 但是我看得出来 人家韩三春对你 确实是情深义重啊 情深义重 情深义重有屁用啊 你看 你看这里 我关在这里 想出去逛一逛 吃个小吃 听个小曲 都找不到地方啊 我明白 我明白情深义 但是有一句老话 不说得好吗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千 随随 我告诉你 要不是韩三春真心对我 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你知道吗 明白 多谢千黄姑娘开人 多谢 过两天 不开心 我再回来揍你 千黄姑娘慢走 千黄姑娘 常来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被打你很开心吗 开心 太开心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